哈喽各位同学,欢迎回到本课程 这个是我们第九个APP的进阶练习范例 那这个范例它的要求是在我们的APP中去做一个修改的地方 像前面第一个部分它跟我们第九个APP的范例里头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输入56然后DDA到我们的清单显示器里面 那在第九个APP的范例中我们并没有去做这个点这个显示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在进阶练习里面我们希望增加这样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它可以拿来做修改 那什么叫做修改呢 也就是当我们点选了这个显示器的某一个选项之后 例如说我们点选了56 那它就会跳出到一个画面里面 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画面里面的56 然后来做里头内容的修改 例如说我们把56把它修改成589 或者是其他的文字数字之后再按送出修改 那这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右边原本的56被我们修改成589了 那在这个进阶练习翻例里面 我们需要做几个动作 第一个是要在清单显示器被点选的时候 我们要能开一个页面 然后可以让使用者来做修改 那这个页面它并不是这种screen的页面 而是它是一个类似文字输入框的东西 那你就会把这里头原来的资料把它放到我们的文字输入框里面 然后可以做修改 那修改完之后再按出这个按钮 当按钮被点选的时候 App会把原来的这个文字把它取代成我们新改的文字 或者是可以先把原来的这个项目删掉 然后再加新的项目进去 然后就会变成新的样式 那同学可以试试看说用哪一种方式会比较好写 是用取代的方式拿新的字串把旧的字串把它取代 也就是用589取代56会比较好写 还是说我先把586 我先把56给删掉之后 再增加589进去会比较方便 这个就是留给同学们来练习看看 用哪一种方式来写 这个进阶练习会比较方便 然后也比较不会出错 那希望同学都可以克服或者是破解这个问题 那希望同学们会喜欢这个单元